欸 我這邊是新北消防局 有一個民眾啊 他媽媽 媽媽打電話過來說他兩個小孩 兩歲跟五歲都是確診 但是目前發燒 人很不舒服 然後我剛剛打電話 因為你們都沒有人接聽 是現在接聽的 我想問一下你們可不可以就是 找醫院 然後如果找到醫院 我們幫他送去醫院 有名字 有名字 要ID 要ID 等一下 好 你等我一下 欸 那個是你幫我打電話問媽媽的身分證 小孩媽媽跟 對 全部都問好 你等一下我馬上問好給你 因為我剛剛就是聯絡不到你們 我有試著聯絡雙核醫院 但是雙核醫院就跟我說他沒辦法收 對啊 因為我們現在其實問很多醫院都沒有辦法收 我們只要評估是真的 有需要這樣子 你現在跟我講我們也不確定這樣就能排 你先請他們 如果說他們是今天才通報嘛 今天如果今天通報的話 後續我們會按照那個順序再跟他們聯絡 呃 可是重點是就是 小孩子好像狀況很不好這樣子 不好意思 喂 喂 嘿 我幫你轉進我們一個廖先生嗎 喔 OK OK 好 好 然後他用很輕挑的態度說 好像很嚴重 有值班 之類的 這個時候我已經聽不下去了 我覺得 我覺得 他們沒有把他們正在處理的一條小生命 那是我的兒子 當作一個 很慎重的事情在看待 新北市相關執行的單位 新北市相關執行的單位 當時已經對外說明了 本案並沒有延誤就醫 好 聽到那個81分鐘錄音檔出來後 現在的心情怎麼樣嗎 第一個是 我終於知道 這個關鍵橫向錄音檔 是怎麼一回事 為什麼市政府一直不願意給我 可是 我聽到 衛生局真的找不到人 在就是找到人之後 他們很輕忽的態度 第一個說他很忙 轉接給另外一位先生 然後另外一位先生抄下來之後 就突然說好像音樂很滿 之類的 然後才再去處理 那到最後一個關鍵電話 衛生局在回電給消防局的時候 我還是覺得他沒搞清楚 我已經昏迷了 然後他用很輕挑的態度說 好像很嚴重 有值班 之類的 這個時候我已經聽不下去了 我覺得 他們沒有把他們正在處理的 一條小生命 那是我的兒子 當作一個 很慎重的事情在看待 我不知道為什麼 衛生局的官員 或是辦事人員可以這樣處理 我整個通連 我聽到消防局都很積極在聯繫 雖然中間語意有不清楚 可是衛生局首長 生殺大權 你掌握了派車權限 沒有人值班 接聽的電話之後 又一堆的不耐煩 還有中間的一堆 花費的通連時間在協調醫院 這段時間也是空白 我不知道 這很像錄音檔 我看不出衛生局在二十幾分鐘內 做什麼事情 只知道最後一個電話 還是搞不太清楚狀況 我感受是很難過 因為他們在討論是 是恩恩 是我的寶貝 嗯 我想要請問恩恩吧 就是說之前過去一段時間 消防局老師就是用規定講說 錄音檔有他人的個資為由 然後不斷的阻擾 那現在就曝光了 你覺得就是消防局他們 有沒有什麼責任還是什麼 我必須說 消防局 黃局長 或者是衛生局陳局長 從頭到尾都在說謊 大家都聽過了 今天早上的錄音檔 裡面的個資 沒有其他民眾的個資啊 全部的個資都是我老婆 在跟他們溝通的時候 講出我小朋友的ID 以及柱子或是電話號碼這些東西 所以他們以各之理由去回絕很像 那 其實消防局的弟兄一直都很努力 我不知道為什麼黃局長 也要極力幫助衛生局 去把這段錄音檔的曝光 把它阻擔下來 明明曝光證明消防局很努力 雖然中間訊息傳達有落差 可是起碼他們很努力想要幫我們出車 中間是卡在他們僵化的規定SOP 衛生局同意才能出車 那衛生局為什麼可以找不到人 為什麼消防局黃局長 沒辦法捍衛你們消防局基層弟兄的清白 我不是很懂 消防局基層弟兄清白是被你黃局長自己去侮辱了 這是我想表達的 好 了解 我想請問其他人有別的問題嗎 想請問一下爸爸 因為剛剛講到聽錄音檔的時候的一些感覺 有哪一段你聽到的時候 是真的覺得你最氣憤 然後覺得聽不下去 其實兩段話我都聽不下去 就兩通嘛 消防局找到衛生局第一通 中間還要轉接 第一通那個人說 聽聽個資他在忙 然後轉給別人 又錯失的時間 所以消防局的人員又跟他 跟後面的張先生 又首部再講了一次 那張先生初步說 現在醫院很忙 然後如果媽媽再打進來的話 就叫他再等一下 這段不覺得很荒謬 這段不覺得很荒謬嗎 就是因為小朋友已經昏迷 消防局嘗試聯繫你們 結果你們接到民眾的求救 你們只是覺得普通案件在處理 然後叫消防局跟一般民眾 就是我老婆說 叫他再等一下 那再來 五十幾分 消防局 衛生局回電給消防局那位同人 我不知道他姓什麼 我也沒有想要獵物 我只是覺得他還是沒搞清楚 恩恩已經昏迷了 可是他知道 恩恩狀況不好 發指斑 可是他用很輕挑的語氣 這樣子說 我覺得 他很人邪 完全不知道他處理的是一個 兩歲多的小生命 是一個寶貴的生命 馬上想問一下說 因為其實當時的規定 就是說消防局必須聯繫到衛生局 那有衛生局的同意才能派車 那現在大家看起來會覺得 這是一個官僚殺人的錯誤 就是說如果不用這樣子 或者說衛生局他既然要有這樣的措施 那他應該有一個專線 可以讓消防局隨時都能聯絡得到他 就不會像這樣子延誤這麼久的時間 就是會覺得是一個官僚殺人的 造成恩恩的生命 或者就這樣子喪失 這絕對是這樣子 我前陣子 從我去消防局兩次 消防局勤務中心李主任 李主任 李宇松主任 就跟我講了兩次 就是因為4月14號 兒恩的事情 4月17號 他們在9樓成立的防疫派程中心 從此 確診的病患要後送醫院 不需要再經過衛生局 他們自己可以搞定 這是因為兒恩的送醫問題 他們發現他們的政策錯誤 是多麼的離譜 而且是獨不全 我這段時間我也去請教其他縣市 消防局的錯誤 大家一口同聲的就是說 都是同步出車 同步聯絡衛生局 衛生局不會找不到人 衛生局找得到人 聯絡好醫院 聯絡好床位 都是在救護車把病患 送到醫院急診室 當下就完成了 絕對不會有新北市 這種離譜至極的行為 一棟等一棟消防局要出車 還要等衛生局 衛生局沒有24小時值班 你把一般民眾的生命 當作是什麼東西 是阿貓阿狗嗎 你們處理的不是你的家人 不是你的小朋友 你們就可以這種輕忽的態度 去對待小生命 聽到這些錄音檔的對話內容 我感覺不到他們同齡 我們一般民眾的心情 他們真的是太冷血 還有我要質疑 為什麼整件事情 都是消防局在出來擔 消防局告張經維先生誹謗 消防局抓吹哨者 消防局發聲明警告媒體 不要洩漏任何錄音檔 那衛生局的責任呢 衛生局從頭到尾都不解釋 他為什麼可以消失52分鐘 然後跟消防局沒有專線 找到人之後 又輕挑不當一回事 還把它轉接給別人 然後你看他們整個聯繫 都是電話手鈔 完全沒有電腦系統在指派 這叫什麼先進的防疫派遣中心嗎 我不懂 這部分不需要討論嗎 太過分了 衛生局你的角色到底在幹嘛 為什麼都讓基層的消防弟兄 受那麼多委屈 這是我要質疑的部分 陳論秋局長你的衛生局在幹什麼 侯友宜市長你不用出來說明嗎 你們獨步全國的SOP 陳論秋局長你們不用說明嗎 這真的是官僚殺人 我不懂為什麼會有這 2022年號稱最先進的台北市的防疫派遣 發生這些荒謬的事情 而且極力的阻礙這個 關鍵的通話錄音檔 第三方的橫向讓我聆聽 我花了22天我 沒有辦法從正式管道 新北市這麼提供給我 只要透過媒體 透過吹哨子的爆料 我才有辦法 一虧全貌 而且這個全貌還不是全貌 為什麼 因為現在都只有流出消防局的通話錄音檔 那衛生局你在接通到消防局的這個求救之後 你中間到底內部局處是什麼 橫向去聯繫找到雙和醫院的 這中間有沒有錄音檔 中間有沒有紙本的記錄 中間你的積極態度在哪裡 你中華電機佐證為什麼 一直不願意把記錄提供出來 這都是他們不願意告訴我的事情 我要告訴大家 這不是全貌 全貌還有衛生局聯繫雙和醫院這塊是消失的 我們只透過消防局的錄音檔 知道說他們找到兩次衛生局 那衛生局中間的積極作為是什麼 我沒有看到 新北市任務還是在隱瞞 因為從你剛剛講到說 你認為說會有贏應該要懷念 對嗎 其實事發之後 你有接觸過侯市長 那你覺得他的態度 會讓你覺得不夠負責 再跟大家說明一次 4月14號的人送醫之後 我在4月17號 第一次跟侯市長視訊 也是最後一次跟侯市長視訊 當下我就是拜託他 侯市長 第一個請你全力救助我的兒子 救治我的兒子 第二個 我跟我老婆打了好久的119 119修護車沒來 衛生局電話打不通 請你幫我去查明 他說好 從那時候開始到5月27號我暫斷 這段時間是完全失聯 沒有任何一個新北市政府官員 再來關心我們的事情 從我5月27號寄出政府資訊公開 5月29號發文 5月30號 我第一次接受的 各位媒體的採訪之後 到現在 今天是6月21嗎 對 我完全沒有收到侯市長的任何的電話 或者是通話 或者是視訊 他完全沒跟我說明 他只是一昧地跟大家講 我如果我需要 他請黃局長陳局長跟我說明 問題是見了黃局長兩次見了陳局長一次 都是那樣的官腔官化 完全沒有切中問題核心 提供給我的是幾頁的A4的列表 其他的相關的證據 通話錄音 中華電線佐證 一概全部都沒有 這樣子的狀況 我怎麼知道這些真相 我覺得很悲哀是我既然要靠吹哨子 我才有辦法知道目前的全貌 大概是長這樣 我真的覺得很難過 請問還有任何別的問題嗎 請問 要用司法來釐清嗎 因為市府一直 一直想到司法 請問要或不要的原因是什麼 謝謝 這部分的話 我有找幾位義務律師 在討論法律行動的方面 這部分的話讓我先保留 其實我一直都有在準備 謝謝大家 可以講一下原因嗎 為什麼 會說有什麼想法之類 就是在法律這上面 等在一陣子我們討論出 比較清楚的想法之後 我再跟各位報告 不好意思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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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差不多這邊都可以嗎 還是 剛剛不好意思 剛剛衛生局有回應說 是呼籲外界還有 要過大解讀就 好 這部分有什麼 這部分剛才有民視的記者 傳衛生局最新的回應 然後我看完了 基本上這回應我覺得 好像時空措施還是回復到 5月29號或5月30號的聲明 他們有說跟沒說一樣 全台灣其他縣市都是同步出車 為什麼新北市 逐步的SOP 交往局要等衛生局同意 然後衛生局可以失聯 從來在其他台灣的縣市 沒有發生過 第二個 你的回應指說 你們局處同仁都很忙 然後有很多的東西 問題是全台灣其他的也是很忙 那你們很忙 你們趕快提供佐證出來 告訴我們說 你們當天衛生局的監視引帶 或綜合衛生所監視引帶 同仁都在崗位上 你們接了多少通的電話 所有中華電線通電紀錄佐證 拉出來 你們當天的出勤人數有多少 你們拉出這些證據來 不要口頭在那邊空口說白話 你們今天6月21號 你們回復跟5月30號的回復 是一模一樣的 我不能接受 我還是看不懂這個衛生局 是怎麼去回這樣的 很空洞的新聞稿 讓人家很生氣 我還是沒有看到他們 想解決問題的態度 跟真誠的 釐清真相的一個想法